人有人的命运 手有手的规律 很多人手有什么可讲的呢 自古就流传一套相学 你像体相学 还有面相学 还有手文学 手相学 那咱们今天讲讲手 很多人就说了 您看看我有没有钱啊 这一生能不能发财 能不能赚五百万 等等 都是跟财运相关的事 可以啊 咱们看手相 看这人有钱没钱 其实要看八步 首先第一步啊 看这人有没有钱 就得先看他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很大气的 很迅捷的 快速的拿出这手 这样呢 就感觉这个人很豪迈 最起码占豪迈的人 自古上多数都是有钱人 结果呢 他拿出手的时候 这一刹那啊 好 很猥琐 办给不给的 你说到底是找你看还是不看 对不对 这种人 你就没有打开他的手 你就知道 绝对没钱 那紧接着 他拿出手来了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张手掌 这时候 你先看看他的皮肤 这皮肤呢 是粗糙的 还是光滑的 这都有假的 你看就相当 有的人老人 他有经验 一看这个手 哎 干农活的 一看这个 大家闺秀 一看就是小家碧玉 对不对 这个就是先看一下 他大体能干什么工种 当然了 说实话 这皮肤啊 就一参考 紧接着 后面给的内容很重要 这时候啊 既然他给你看 你就可以摸摸他的手 当然了 咱们看 如果对方是异性啊 你呢 轻轻点到就可以 你看一下他的手骨 有的人 他的手骨啊 就很脆 就像脆骨似的 一咬就折 这种人呢 他只能赚一些啊 小的钱啊 就感觉没骨气的钱 就感觉不敢赚 别人说了 这项目一千万 他只敢拿一百万 就这个意思 但是有些人手骨呢 非常硬 这一看呢 这人心就比较狠 就想赚大钱 就想赚很钱 但是他呢 不计后果 往往就是一锤子买卖 诶 挣完了 后面不考虑 这就是看手骨 再有 你就看他的指纹 诶 指纹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有人说了 这指纹 诶 那看不清楚啊 有人手破了 或什么的 咱们不用看 他某一个手指 就是大体一看 先看我们俗称的一个口诀 一斗穷 二斗富 三斗 四斗 开当铺 五斗 六斗 打油螺 七斗 八斗 银子压乘托 九斗 加一斗 状元狼 骑马 冰过河 说白了 斗越多越好 当然了 这是一个看法 有的人认为 其实斗三个以上就可以 诶 但总之嘛 斗确实比 柏器好那么一些 那咱们第五个 就要看他的 气色 人的脸 有脸的气色 身体有身体的气色 同样 手有手的气色 有时候啊 他拿出去手 泛着一层油光 这种人啊 往往财路比较多 但是拿出来一看 干不吃咧的 啊 就不管冬天夏天 他手的都很干 就算抹了护手霜 他也是很干操操的 像这种人呢 往往财运 与他没有缘 你看有些人 他没抹护手霜 他也感觉湿乎乎的 摸着就是温润如玉啊 这个手 哎 像这种情况下 他不见得是代表 他有钱 也不见得 他有赚钱能力 但是代表一点 这种人啊 就是身边 往往会出现一些贵人 能帮助他的人 紧接着第六点 是我们重中之重 啊 就是看他的手丘啊 这手丘啊 就是所谓的手掌打开之后 掌心靠近所谓的指头下方 有隆起的部位 就为丘 丘就像小馒头似的 鼓起来 这个手丘呢 主要看两个地方 一个呢 是我们讲的 食指下方这个位置的丘 一个是大拇指下方的丘 当这两个丘拱起 就说明你与财 有这个缘分 如果是平的 那基本上可以说 使劲努力心的 才能赚到钱 然后紧接着 你还得看一下 这手心 这手心呢 你只要打开手掌 你看看中间 你倒一勺水 它能不能不漏下去 不流下去 哎 中间形成凹的这种感觉 它就是有钱人 你就看吧 很多没钱的人 他为什么没钱 一打开就是平的 往上面倒上半勺水 他也往下流 哎 就是不存水 就是不存财啊 自古讲究 山管人定 水管财 所以中间能存水 你就能够存钱 那么第七点也很重要 就是看你的掌纹 很多人看手下 就有个误区 就认为只看这个掌纹 不是的 要看很多方面 什么手骨 手行 手气 等等等等 包括刚才我说的指纹 都要看 一般呢 打开 正常来讲 四条线 理智线 情感线 寿命线 事业线 当然了 有的人是三条线 少了那条中间的事业线 没有事业线 不代表你没有事业啊 这是一个误区嘛 很多人认为 没有事业线 没事业 不是的 我见过很多成功人士 都没有事业线 相反 有些人有事业线 反倒没钱 所以事业线 不决定你有没有钱 这要记住 那有先就说了 有些大师就跟我说 这个他看完手 一看就特有钱的 还有时候说那个人没钱 有人说那个人一般有钱 那么怎么能区分钱的大小呢 其实他也是综合看 但是有一点是在掌纹上 给到各位的 那就是看一下你食指下方 这个丘 这个丘首先要隆起 这是刚才所说的 必须要隆起 其次 这个丘的位置上 你的掌纹 有没有像颈字阁这种线 颈字 或者什么呢 三角纹 或者是一个不规则图形 都可以 只要有 说明你财路广 但是如果是颈字纹的 很有钱 上次看到一女孩 她打开她的手 这儿呢 没有颈字纹 但是她也很凸 这块也很有秋 有隆起 但是她有一神纹啊 有一个女字纹 这搞笑了 她说怎么有一个女字 代表我是女性 我说这不可能 那有些人 她没有这女字 对吧 她也是女性啊 对吧 那男性也不见得 上面有个男字 有这个女字 代表是阴的意思 代表你赚的钱 往往是暗箱操作的 最后一点啊 就是你要综合来看 就是你除了看手 其实还要跟面相结合 当时她在打开她手掌的一刹那 你尽量抬抬头 看看她的面相 不用看眼睛 鼻子 耳朵嘴 是看她什么呢 是看她的笑容 记住 看她的笑容 当时如果她在打开手 同时 她是嘴角微微上扬的人 而且在面露笑容 眼光呢 也透露出一种期盼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种人容易赚钱 但是如果她打开掌心的同时 你看她一直绑着脸 那说明一个 她再隆起的手球 再有很好的视线线 再有很好的颈子纹 只要她见到你 让你看手的一刹那 她是绑着脸的 那就告诉你 她有一大部分财都漏掉了 属于漏财的面 有钱的手 那什么意思呢 就往往她可能一生 有一百个赚钱的财笼 结果她由于这张苦瓜脸也好 或者没有嘴角隆起 嘴角翘起的这个表情 代表她有一大部分财路 都自己给弄没了 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很直白的 八个看财的方式 这套方式都很准确的 自古流传 所以呢 我直接给各位 我相信各位学到了 回去能应用 回去能看看你爱人 你老公 或者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是不是有钱人 对不对 之所以没钱 是不是没有对应 刚才所说的八点 当然了 以上都是一些框架 还有很多很多细则东西 咱们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给到各位 欢迎大家收看 一点点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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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